好了 大家經歷了一連串的世界杯外圍賽 附加賽之後 開心的或者不開心 都要暫時放下了 接下來我們週末終於有英超和西甲的比賽了 星期六的早場8點半鐘 北倫敦打比 阿仙奴對熱刺 這條片會和大家做一個預測 另外馬德里打比 原來也有打的 就是星期六的深夜 明天星期六的早上或者下午 都會做一個關於馬德里打比的預測 這條片先講阿仙奴對熱刺 阿仙奴來說 接下來要打歐巴 不過壓力不是很大的 而熱刺週中 接下來也要打歐聯 對著多蒙特作客 不過熱刺其實在歐聯都叫做已經 已經篤定出了線了 相信兩隊都會完全聚精會神去打這一場 就算是一場比倫敦的打比大戰的了 長波來說 其實變數甚多 因為大家都有機會做傻子 首先 雲家是一個傻子 指數甚高的教練 大家都知道的了 不過 他今天有一個優勢 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抄功課 之前我都講過了 雲家是可以抄摩連盧的一份功課 例如摩連盧就是 在主場用曼亂對著熱刺的時候 故意縮口 而真是令到熱刺的那些年輕人 心紅 攻了上去 那場賽寫告脫福 他們攻了上去 結果就被盧卡古空中霸王做個漂亮的 是假狗支點 一個反擊的支點 頂下去給馬斯亞再來一個抽射 那就反擊得手1比0 贏了熱刺 所以熱刺其實若果心紅主攻的話 阿仙奴在主場其實是有機會的 所以雲家絕對有需要去抄摩連盧 對著熱刺的方法 講到雲家抄功課 我其實對他的信心 都會有一點的 因為之前他抄乾地的三中堅 結果對乾地 他理解清楚車路士 那就0比0 不用輸 講到雲家抄乾地的三中堅 當然坊間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例如有人說其實雲家 他初初來到阿仙奴都用過三中堅 那為什麼你可以說上一季 雲家其實是抄乾地的三中堅 那看來雲家是更加早於乾地用三中堅 怎麼算抄呢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比喻去解釋 給大家知道為什麼其實雲家在上一季 是抄乾地的三中堅 那一個比喻故事是這樣的 發生在二十年前 一個醫生他發現他兒子的臉色就不太好 那當時他很聰明地開了一隻特效藥 給兒子吃了一輪 臉色好一點了 那後來兒子也沒有再吃了 好了來到近這五年了 其實兒子呢 身體都開始出現了毛病了 而臉色也都開始變差 那大個醫生爸爸呢 就不知為什麼 竟然沒有察覺到他兒子的臉色差了 那結果呢 久而久之近年也都開始出現大病了 那這個醫生爸爸呢 都還沒想起可以用回那隻特效藥的 那這個醫生爸爸呢 就照常生活照常上班了 那回到醫院了 那突然之間見到他的同事呢 都是醫生來的 他同事的兒子呢 就患上了一個 和這個醫生爸爸的兒子患上的病 好像是差不多了 那結果呢 他的同事就是開回當年那隻特效藥 給他同事的兒子吃 在這一刻 這個醫生爸爸的主角呢 他都還沒相信是有得醫的 可能已經對特效藥 失去了信心了 那直到呢 他見到他同事的兒子半年之後 身體好了 在運動裡面還拿了金牌 那他才相信那隻特效藥 是用那隻特效藥 給自己的兒子吃 那吃完之後呢 都好了 好了 問題就是這裡了 他本來是認識這隻特效藥的嘛 為什麼最近兒子又有病 他不直接對症下藥呢 而這個病其實出現了五年了 為什麼不盡快用藥呢 要別人的醫生成功了 如果醫治好自己的兒子 他才照做呢 很明顯 阿仙奴和車路士 問題都是進入主公陷阱 對著強隊就死 咦 為什麼人家那個醫生可以反應這麼快 就是說 如果人家這個醫生 即是乾地沒有出現的話 我們的主角 醫生爸爸混家 又會不會想起用回 這一隻特效藥三眾健呢 整件事最大可能就是這個醫生爸爸 隨著年紀漸大 診證 斷證的能力 大不如前 需要外界對他的提示 甚至二十年前他用這隻特效藥 可能都是別人提他的 所以當時其實都已經是抄功課的了 但是抄了功課之後 就不代表你認識的 你會忘記了 結果來到就是上一年 他有功課抄了 那才記得抄得回 所以呢 雲家他抄功課的機會 是大過他不是抄的 那最近阿仙奴輸給曼城 很大的可能就是因為 曼城今季沒有輸過球 沒有球隊贏過曼城 那結果雲家沒有地方可以抄了 那但是最近 摩連奴在主場真的贏過熱刺 而且阿仙奴同樣在主場對熱刺 所以今場的賽事 沒有功課可以抄了 那其實雲家他只要真是跟回摩連奴的方法 縮在後面 哥拉辛尼斯或者比力連 是簡單直接釣高空波 或者長直線地波上去 找到就是藍絲 甚至即刻找到超連結人的奧斯爾 甚至山齊斯 這些球員的話 做一個中短期的進攻 不要壓上去的話 是有可能 壓到熱刺班年輕人 森紅攻回你轉頭的 那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千萬不要再用 這個是哥基連造中間的中堅球員 而其實用梅迪薩卡 理論上是OK的 他的統籌能力 在竹總盃的決賽 都見過了 是吧 那你說他萬大 當時竹總盃決賽 有 夏薩特、帕道這些人 但是亞斯奴其實都沒怕過 因為只要你縮後 就縮短了對方可以跑動的空間 也就是說 就不會好像利物浦這樣 跑輸給孫英文的了 縮後一點就OK了 另外哥斯尼、蒙尼爾、梅斯達菲 都夠速度可以幫回梅迪薩卡 所以我會認為梅迪薩卡 打回這場賽事的正選 是OK可以的 中場了 夏卡藍絲 其實他們都夠拼命的 前面進攻鐵三角 聽說基奧特就說倦勤 OK不出他 不需要那麼慢 前面 有回奧斯爾、山齊斯、拿卡錫迪 那拿卡錫迪我相信一定要正選 因為上一場賽事 對著曼城要打反擊 竟然不出他正選 那次傻仔指數當然是爆燈 但是今次 希望魂家不要再傻了 犯過錯就要學懂 那拿卡錫迪應該要正選 好了 講到二次 雖然艾特、韋列特和雲耶馬 依然是受傷 但是哈里簡尼、迪利、艾利、雲克斯、羅列斯 這些球員 都已經是回到訓練的場地 進行訓練的了 也就是說 其實他們上陣的機會 都是不少的 球員都可以上陣 那我們講回 就是這個熱賜的正選陣容裡面 我很希望出現的其實是丹比利 因為丹比利在中間負責 發板、派牌和手轉攻上面 他是最爽的 那我覺得他比雲克斯級數高 那如果丹比利和雲克斯一起打的話 其實都會保障中場的防守力 和稳固一點 不會壓上去主攻的 但問題就是說 熱賜最近有一個很大的頭痛位 就是他們有四個進攻點 不知道怎麼出的 那如果真的要出三中堅的話 很多時候要犧牲 隨便一人 那之前其實不斷犧牲的就是孫英文 但是孫英文呢 其實是魂家最忌的球員 所以其實孫英文是絕對 應該要正選上陣的 那如果真的這樣的話呢 而迪利艾利、艾力神、哈利簡尼 也都不可以放棄 也就是說 他們又有可能前面有四個進攻點 那我覺得 最好是放棄迪利艾利 讓艾力神做超級連結人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會認為這個就是熱賜的最佳陣容 好啦 如果是算最佳陣容 和魂家宿後的三中堅去進行比拼的話 我怎樣看呢 那首先 前面的超級連結人艾力神 我相信他會有少少好過奧斯爾 因為艾力神都是年輕一些 所以打這些大戰 高速來回球 身體對抗性就會好過奧斯爾 那卡錫迪又沒辦法 又不夠哈利簡尼好 那即使山齊斯好過孫英文 不過在前面的進攻鐵三角力量 熱賜都是好過阿仙奧 但是如果熱賜用迪利艾力做超級連結人的話 他的決定能力是遠遠差過奧斯爾 那所以即使奧斯爾不夠迪利艾力身體好 但是奧斯爾踢到的球出來 都比迪利艾力好 加上如果迪利艾力是正選 那加上艾力神孫興文哈利簡尼 做總共有四個進攻點 雖然艾力神有機會退後一格 但是因為球員本身都是進攻營 所以壓了上去主攻的機會 都是很大的 跟曼聯那場賽事差不多 所以迪利艾力這個就是key point 來的了 是重點的球員 究竟他會否上陣 如果大家是見到正選陣容裡面 有迪利艾力又有艾力神孫興文和哈利簡尼的話 熱刺攻上去是機會大的 即使三中堅都好 這班球員都是按來不住的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預測就是和波有五成 阿仙奴有三成機會贏 熱刺只有兩成機會贏 但如果反過來 熱刺沒有迪利艾力 這樣的話就會是五成和波 熱刺三成贏波 還有阿仙奴只有兩成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熱刺的後防線比阿仙奴好 但是奧利爺這個球員 其實整個日都會犯下大錯 正選出他的話都會有些問題 希望熱刺出是查比 不要再出奧利爺了 不過啦 估計論怎樣都好 阿仙奴縮後少少 理論上都是問題不太大 所以癥結就是究竟熱刺會不會攻上去 所以整件事的總結和重點 就是究竟魂家抄功課抄得厲害不厲害呢 抄不抄到摩連盧那隻故意縮後引熱刺上去攻呢 而熱刺又會不會真是中正了魂家 複製回來的主攻陷阱呢 如果大家見到 迪利艾力在政選裏面 又見到艾力臣 孫英文和哈利簡尼 大家就知道什麼事呢 那又再講了 如果迪利艾力在這裏 但是孫英文不在 迪利艾力做前鋒 艾力臣 他在正選陣容的超級連結人那裏 又會怎樣呢 那我就會覺得 其實迪利艾力和艾力臣的位置 又是會重疊了 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迪利艾力和艾力臣 不應該同時上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沒有了孫英文 沒有了魂家的大忌 其實都是一般的 所以怎樣都好 迪利艾力都是這場賽事的關鍵 大家看著正選陣容 見到他 就反而可以相信魂家的阿仙奴了 好了 多謝大家收看何永差播經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想鼓勵小弟 也可以看我的影片 之前如果Youtube 插了廣告他的話 你全部播放他就可以了 好了 明天再見了 拜拜